马公食品杯篮球锦标赛是澎湖县内具有一定规模的篮球赛事 今年已经来到了第五届 昨天下午在议员兰凯元 马公施工所前秘书洪长青 马公食品总经理洪正章 以及有篮球博士之称的郑志龙号召下 共同研商今年度马公食品杯篮球锦标赛事宜 会中指出 今年的马公杯篮球赛除了广邀全台各知名的球队来进赛之外 更首度与宪府团队合作扩大办理 将会有共计46队来自台湾各地的篮球好手前来参赛 担任球队总顾问的郑志龙表示 近年来澎湖许多地方企业家及地方各界 对于运动赛事都相当热衷 因此对以篮球为起点推动运动赛事及观光的办法表示赞同 同时也表示相当荣幸能够收邀担任总顾问的职务 不过清歌这个几年 但我也知道有这一个 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家跟这个地方民意代表 其实对运动也都很这个热衷 然后清歌业把这方面从篮球开始带动 我觉得也蛮好的 所以作为我们老朋友来说 然后也很喜欢澎湖 那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共襄争取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也很荣幸 议员南凯元在会议中指出 马公杯篮球赛制举办迄今 每一届的规模都逐渐扩大 今年报名参加的队伍约有80队 但受限于比赛场地以及时间 只能够让46支队伍参加 而今年更是与县长赖峰伟提出与县府合办事宜 即刻得到同意 未来将会把马公杯篮球赛区分为大专组 社会组 高中及国中组分别举办 让全台湾更多的球队都可以有机会来参赛 其实这是我觉得是大家一起的 包含县长 对啦 县长支持的大力支持 县长也是一口就答应 也是说就是想要支持这项 体育的赛事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 不然任何一场比赛不是说只单单靠某一个企业 或是什么样 因为如果要永续经营来讲 这需要就是大家一起 包含这个资源 对 必须把这个 因为你比如说做到第五届 已经显然是马公杯 已经显然已经是 已经是成为一个树立一个品牌这样子 对 我们想要做到说每一年 比如说在淡季的时候 让人家就直接来 想说就来澎湾这边打 对 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说 红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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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章仁这边 马公杯篮球腰挺赛的参赛队伍相当多 球员与家属大约会有超过千人 因此今年特地在观光教淡的农历七月举办 希望能够借此给澎湖的观光 带来一些注意 其实真的要办的话 两个礼拜都办去 因为 如果在农历七月这段时间 有这些选手在澎湖当地做消费的话 其实各地方的多少经济 是要把得到地的一些 吃啦 喝啦 然后玩啦之类的 所以就特别选在那个市 对 特别选 从一开始第一届就特别选 从第一届开始就自在努力了 对啊 因为你忘记才没有用啊 对啊 你就有说信号传票人几人 住宿什么都是问题啊 对啊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龙哥一直在讲 就是说因为中马队有时候 一滴训练的时候 他有机会带来这种问题 对啊 对啊 带来这边一滴训练 对啊 因为他看来我们的场地 看来很满意啊 哈哈哈哈 俗小你以为景色也不赖 对啊 是啊 对 运动 可以做一些 因为有时候训练在同一个地方 那个心里会有一点这种 心情参与比例 会有一点压力啊 对啊 所以有时候练球还是练球 可是转换另外一个环境的话呢 对 心情又不一样 对 心情又不一样 对 心情又不一样 这周的时间将由来自全台各地的篮球好手中场竞技 其中更包含约七支澎湖在地队伍与分岛队伍切磋球技 有兴趣的乡亲不妨届时一同来观战 记者 陈淑慧 蔡红翔 吴梦伦报导